嗨,我是九元 我发现东晋葛红的爆破字里 记载了一种凡人修仙丸 据说浮一年蹄浮光泽 两年白发反黑 三年趋落根深 四年水火不能害 五年行击奔马 九浮长生 听这最后离谱 更离谱的是它的原料 居然是普普通通的黑芝麻 如果要百年份的青草 那就算了 芝麻呢 我肯定要试试 按照书上的说法 芝麻需要经历九明九阳的循环 也就是九真九晒 最少九天 下雨和阴天都不行 这个确实挺麻烦的 不过药王孙思苗也说 世上只有芝麻好 可惜凡人生吃了 难道吃法讲究一点 竟能如此不一样 芝麻洗净 放进笼屉里 蒸笼不能含浇水 不能带铁具 早晨六点开始蒸 蒸到九点 阳光正好 就可以拿去晒了 按照书上说的 蒸得用柴火 因为柴火是阳火 可能火跟火也是不一样的 柴火炒出来的菜 确实比较香 无火蒸至上汽 闻火温阳 蒸的水也是有讲究的 需神力之水 就是优生的泉水 泉水我没有 在邻居家打个停水 测试一下 这个我倒是可以理解 因为不同的水 泡出来的茶 区别真的特别大 还有许许多多的小汽水 需要注意 我发现这些传统配方里 强调的很多东西 都在产打一个意思 水影天时 这么说来 我妈妈老跟我说 早睡早起身就好 那是相当的有道理 一针一晒为一次 同样的操作 重复九次 在中医看来 芝麻经过九针九晒 是得了天地圈的洋气 虽然看不见摸不着 但对人体大义必义 就好像把阳光 吃进了肚子里 这边就是手里好的 你能看出来 有什么区别吗 现在就算用石墨 把它磨细了 黑芝麻里面的油脂比较多 磨出来是这样的 跟米粉那种灰飞一样的状态不通 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练蜜 蜜得用白蜜 白蜜是蜂蜜静置最底下 沉添结晶的那层精华 买的不一定有 自己去野外割的 就肯定有 蜂蜜在这里除了营养丰富 精进口感 还充当了把粉末搓成丸子的绵合剂 还是纯天然的抗氧化剂 一举三德 古人还是非常聪明的 终于做好了 凡人秋仙王 虽然我不太相信它有那么什么 但是爆裤子可不简单 连荣获诺贝尔奖的清靠醋提取 都是图悠悠女士 从这本书里得到的灵感 所以里面说的话 也不会是空穴来风吧 而且你看 这颗凡人秋仙王 它的材料 也不需要百年份的仙草 做起来又不是特别慢 你也快去试试吧 不过 吃的时候 记得讲两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